我們看立體五 四就T 討論這個方程式的圖形 如果這兩個都是正的話是橢圓 我們知道這個一定是比它大 不論你T是任何指的話 因為五都比負三大 所以它一定比它大 也就是說兩個都正子的時候 它如果正的話它一定正 也就是說第一個 T減三如果是大圓的話 這個時候就橢圓了 也就是說T等於三 這是橢圓 也不是等於大圓 大於三這是橢圓 再來的話 第二個 這個是正的 這是負的 這T減三小一 然後T加五 大於零 就得到什麼呢 T小一三 大於負 這個多少 這個是一個正的負 所以是雙居線 所以這個不可能是負的 因為這個如果是負的話 不會等一 那就五解 也就是說T加五 如果小一零 等於零 也是五解 等於零 等於零 就變得無窮大 等於零 等於零 就變得無窮大 就是五解 或者是說 這等於零 也是五解 T等於三 也五解 這個時候五解 沒有 這是小一等於零 小一等於零 或者是說 T減三等於零 T減三等於零 這也是五解 這時候就五解 另外就是說 T 小一等於零 或者 T等於零 T等於零 這時候是五解 開始